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生为妙法 百千万解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这句是大家阿弥陀佛 看课文 307页讲到布施 我们到波罗波罗蜜 是道彼岸 那么也是四成半的意思 是四旧境 四成半 道彼岸 如修布施怎么样能成为道彼岸 一般我们的观念就是 布施就是修福报而已 到彼岸是解脱 那布施怎么可以 布施到解脱 可能到彼岸 比较说到生死的彼岸 当然到成佛的彼岸 布施怎么样可以成佛 那到彼岸如果是 那么一般我们讲 就生死苦海 就是到岸边 就是解脱 但是如果从四旧境 四成半的意思就是 你发菩提心 那么你可以成佛 那所以怎么样布施 布施到可以成佛 那波罗波罗蜜就是成佛的话 好 就是六度波罗蜜 所以它说 论上说五度如麻 波罗如岛 一般讲六度 布施持戒忍入 精进禅定智慧 那么是以波罗来做引导 假设没有波罗 其实就是智慧 那我们说这个智慧有分 这个世间的智慧 初世间的智慧 外道的智慧 佛教的智慧 有肉的智慧 无肉的智慧 那么 但是都要以波罗 波罗其实就是无肉的智慧 那我们讲文字波罗 观照波罗 十相波罗 那真正的波罗 要十相波罗才能成为波罗 但是因为十相要从观照来 观照虽然还没有真正是波罗 但是因为观照得波罗 所以观照也可以永远波罗 那么文字 语言 声音 文字 不是波罗 但是因为透过文字 语言 那么可以起观照 由观照可以得十相波罗 所以也把文字 就是能够起观照正十相的 那么这个文字当成是波罗 所以我们就讲有三种波罗 文字波罗 观照波罗 跟十相波罗 基本上是这样 那么真正的波罗 要是无肉的 就是十相的波罗 所以这里讲到 那么布施 为什么可以道别 就是布施 因为讲布施波罗蜜 布施波罗蜜 他现在在解释这个道理 他现在在解释这个道理 那么波罗蜜的意思是 道比亚四究竟 四成半 或是四成半 要成否的这件事 或是我们讲有时候要四究竟 就近成半 好 那么 为什么布施可以道波罗蜜 可以到成否的比亚 如果我们讲 这个六度基本上就是要成否的 那么 成否 成就佛果 是究竟就是成佛这件事 那么可以 可以办成就是可以得到正的佛果 那布施不是善法而已吗 为什么行善 所以他必须要有波罗 这里讲到五度鲁玛 就是波罗为道 以波罗 那这个波罗一般我们讲 就是智慧 一般讲就是这样 翻译成智慧 那么这种波罗 我们讲真正的波罗是实相波罗 就是正德实相 就是金刚刚刚讲的 一切玄圣 一切无违法而有差别 正德实相 真正的实相 正德实相才叫做波罗 实相波罗 这个是真的波罗 就好像普提心要得无声法忍 不退转 这个才是圣意普提心 那一般的只是世俗普提心 一样是这个道理 那这个只是 因为这个而可以称为 就好像我们讲 戒定慧 这个戒定慧 叫做三无漏学 一般我们也这么说 这个叫做三种波罗 这个叫做三波罗 文字波罗 那么 官照波罗 文字波罗 官照波罗 确实来讲 只有这个可以真正称为波罗 但是这个怎么来的 这个是由这个来的 那这个怎么来 这个是由这个来的 文字不一定是这个文字 语言 声音也是 佛陀时代没有什么文字 都是声音 透过声音起官照 告诉你五印接光 你起官照 你看见这个文字 无印接光 起官照 这样 那么这个 由文字波罗 起官照波罗 而正实相波罗 所以说 其实就是由 以你的智慧 由这个文字 起官照 而正实相 那么这个才能叫波罗 就是有 有契路 了解真相 契路实相的这个智慧 我们才叫做波罗 一般我们讲三无漏学 三无漏 这个是三波罗 这个是三无漏 照理讲戒跟定是共识间的 它都是有漏的 它不是无漏的 只有这个真正可以得到无漏 只有慧 就是我们叫无漏慧 没有无漏戒 没有无漏定 戒跟定 戒跟定 都是共识间的 但是慧要由定来 定要由戒来 那么一戒 生定 一定化慧 一慧得解脱 由慧得解脱 只有慧才能解脱 戒跟定 并不能得解脱 但是 慧必须由定跟戒 所以 一真正的无漏 是慧才有无漏慧 那么 定跟戒 都是有共识间的 没有无漏定 没有无漏戒 但是 你得了解脱 你有无漏慧之后 你的戒 就叫做无漏戒 你的定 就叫做无漏听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 等到你有无漏慧的时候 你的戒 你的戒 就是倒共戒 其实是这样 那 这个 这个 三无漏 真正的无漏是慧 但是 因为这个 真正的无漏 无漏必须要由定戒来 所以 这个也叫做无漏 无漏 这个叫做三无漏 血 但是 这个三剥热 也是这样的意思 就文字剥热 文字 只是文字怎么会是有智慧 但是 依文字起观照 依这个声音起观照 依这个观照 正实相 所以只有这个 才真正能叫为剥热 那么 有了这个剥热 引导 有了这个剥热引导 布施 持戒 忍入近近 不施 因为你已经 正入实相 你已经有智慧 有无漏的智慧了 你以无漏的智慧 来做什么事 都是无漏的 就好像你以 浮离心来布施 你的布施 就是成佛的资料 你以出离心来布施 你的布施 就是解脱的资料 你 你以真上身心来布施 你的布施 就是人天福报的资料 就是这样 一样的意思 那么你以这个智慧 来布施 来持戒 那么忍入 修行 忍入 布施持戒忍入 精进禅定 这些 那么这些就是什么 这些就是 都能够到彼岸 那么重点是因为这个智慧到彼岸 其实是这样 那么 由这个智慧 来 来引导修 这个五度 那如果没有智慧 那么这些五度 鲁莽 其实就像外道 外道也有戒 也有电 也有布施 也有持戒 也有忍入 也有精进 也有禅定 这些是供外道的 把它写清楚 布施 持戒 忍入 禅定 精进 禅定 精进外道也很精进 电外道也有 那么禅定 这些都是有肉的 有微的 它是共事间的 所以这些都是共事间的 那么当你以十相 就是以这个大圣的智慧 以这个无肉 来布施 直接忍入精进的时候 那么你所有的 你所有的 这一个作为 都是成佛的资料 都是无肉的 就好像佛陀 佛陀 佛陀也布施 就是啊 这个佛陀也忍入 就已经成了佛 他也要忍入 得了无身法忍之后 也忍入 已经成佛了 你看佛陀 很多外道去骂他 甚至他的弟子 提伯达都 都要伤害他 他也没有因此起盘 他也忍入 那个佛陀的弟子 那么生病了 没有人照顾 他也去帮他擦身体 然后去照顾他 他也布施啊 那慈戒就更不用讲了 禅境更不用讲了 但是这一些都是什么 都是 当然他已经成佛 他已经圆满了 他不需要再做这些 就能够施救 施承伴 他已经承伴了 但是已经承伴 还是做这些 那么所以这个 这个以波勒 以智慧 那么这个我们如果看这个 八正道也是这样 八正道 六度是以波勒为道 六度里面是以波勒为道 那么都由波勒来引导布施 由波勒来告诉你 怎么布施 怎么持戒 怎么忍入 怎么精进 怎么禅定 那底下大圣不共法 就在讲这一些 那么如果是八正道 八正道是三圣共法解脱的 他都是以正见为主 八正道是以正见为主 六度 波勒虽然放在最后面 但是他是以波勒为道的 八正道是以正见为主 所以有正见之后起正思维 有正思维之后改变你的行为 正与正业正律 那基本上这个意思是一样的 那么这种可以看出佛法是以智慧为主的 性为能路 智为能度 那么大部分现在我们 现在我们学佛的人 通常都不去努力思维 不想一想为什么要学佛 学佛要学些什么 那经典这样讲是什么道理 那么我常常讲就是学佛 学佛的宗旨 就是他的原理 他的宗旨 学佛的次第 他的方法 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原理 那么修行的利益 修行的功德 通常就是这三部分 那么修行的 就每一本经 佛说法基本上都包含这三部分 每一本经都有这三部分 修行的宗旨是什么 就是他的原理 成佛的原理 那是什么 成佛的方法是什么 如果从大圣法来讲 成佛的原理是什么 成佛的方法是什么 成佛的功德是什么 那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原理 就是他的原理 修行的宗旨 那修行的方法 那就是他的次第 方法里面 告诉你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二步要怎么做 第三步要怎么做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还有 接下来才讲修行的功德 那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你不这样做有什么坏处 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能够得到什么 修行的功德 我们讲修行的利益 所以有益有利 你现在要了解 这个道理是什么 然后依着这个方法 然后得到这个利益 就是功德 你会得到什么 那通常都有这部分 你都必须了解 那你一定要先了解他的意理 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这样做不行吗 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替代 反正就是你要先了解 你必须必得要这样做 那么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做吗 比如说我修四面处 那么我能够修其他的吗 也可以 但是他道理也不离开这个 但是就是说 你比如说三十七道品就是这样 八正道你换一个手法 那么你可以就是说 有些人依四面处 有些人依这个五根五立七觉之八正道 反正就是有不同的方法 适应不同的人 但是原理都不变 都不离开界定位 那么你一定要了解 就是什么是否 比如说学习佛法 什么是否 为什么要学佛 学佛学习什么 学来做什么 我学了什么 我又得到了什么 那么这些你都要弄清楚 那么这里这个就是 修行的宗旨原理 就是我们讲的道理 所以佛法基本上就是三个 道理 道路 道德 这个就是道理 不管你是解脱道 菩萨道 仁天道 这个道基本上我们讲 像这个成佛之道 这个是佛道 那前面有三圣共法 这个是解脱道 前面还有人圣跟天圣 这个叫做仁天道 幸福道 幸福快乐 幸福之道 那么不管你是什么道 不管你是仁天道 解脱道 还是菩萨道 菩萨道 因上讲 果上讲 就是佛道 就是成佛之道 不管你是什么道 他都有他的理 那成佛之道就要讲这个 比如说你要下辈子升天 或是这辈子要幸福快乐 那你必须要怎么做 你不这样做不行 就是他有那个理 那你说仁天的 那么他的宗主就是 你这一次不受苦 未来不受苦 那么以后死了之后 生仁天不多三二道 他就是这样的理 那你必须要怎么做 他有方法 你要达到这个宗旨 你一定要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这个仁天道的 我们讲五秤共法 五秤共法的宗旨 就是让你不剁三二道 让你可以幸福快乐 简单讲就是这样 那三秤共法的宗旨原理 他就是 让你可以解脱 不再轮回 不再三界轮回 那五秤共法是让你不剁三二道 就在仁天仁天上门 那你不会受那么多苦 那么大秤不共法就不是 就是让你成佛 你自己不但 你自己不但可以出世间 而且你在这个世间出世间 就是你不但自己可以解脱 你还叫很多人得解脱 那么 那么这个就是 这个世间法 这个出 五秤共法是世间法 三秤共法是出世间法 大秤不共法是世出世间法 那这个就是他的宗旨 那很多秤不管大秤经小秤经 都有他的道理 但很多人 很多人念经 不去看他什么道理 反正从早到晚念到晚就好了 念完了就有功德 没有这种事 没有这种事 那修情的方法就是 那你要达到这个宗旨 你认识这个原理 你要达到他的目的 你要达到这个目的 那么你必须要怎么样 你必须要修行实践 你要怎么修 他有方法 那这个方法里面 也许第一步要怎么做 第二步要怎么做 第三步要怎么做 那做完了之后 你要注意什么 要怎样怎样 他一定有讲这个东西 你不管读什么经 都有 都有 那么 这个是修行的方法之地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道路 要怎么走 这个是道理 他的理在哪里 他的原理是什么 他的宗旨是什么 那么修行的功德 修行的利益 你这样做有什么好处 你会得到什么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道德 你所具有的功德 你具有慈心 你具有悲心 你具有定力 你具有耐心 这些信心念定会 武力 你会增长什么 那么这一部分 其实他 我们把这个东西弄清楚 简单 那就是讲说 那这部经 告诉我们 我们要怎么修 比如说很简单 比如说我们念大悲咒 那要念大悲咒 那什么叫做大悲咒 大悲咒 大悲咒的宗旨是什么 就是菩萨 观音菩萨 发大悲心 要离一切众心 要拔苦愈乐的 他的宗旨就是 一定要有大悲心 就好像你菩萨道 一定要有菩提心一样 那你没有大悲心 来念大悲咒 那你怎么样产生 大悲咒的功德 没办法 那大悲咒要怎么念 他就告诉你 你要用什么心 什么心 这大悲心 同仁理心有交 你要用这个心 来念这个大悲咒 要怎么念 那你不了解这个 你只是讲 这个是梵音版的 这个是八十四句版的 这个是藏音版的 这个是古梵音版的 你在那个声音上做计较 甚至说一个声音 认为一个声音 就有一句佛话 一个菩萨 后来变成有八十四句 有八十四尊佛 八十四尊菩萨 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那你就变成把它形象化了 你念了一句 你念了一句 就有一尊菩萨现前保佑你 每一尊 就变成有一个加持你的 不是的 它是启发你的大悲心的 让你生起大悲心的 那什么叫大悲 启大悲心做什么 要利益众生的 所有的大圣都不离开慈悲 就是普及心要利益众生 那么你这一点没有弄清楚 这个原理里面弄清楚 单单念一个大悲咒 它就是这样啊 那你说心经很短 两百八十几个字 它也是有这个道理啊 观之在菩萨 行生般若般若密度时 召见五音切空 度一切苦恶 度一切苦恶就是 它修行的功德啊 召见五音切空 就是它修行的方法啊 那么你观照 就是一种修行的方法嘛 那么你原理 它就是要怎么样 它最重要的 那么就是你要起观照 然后正得十相 就是你必须要召见五音皆空 那怎么召见五音皆空 召见五音皆空 就是它的宗旨 你必须要召见五音公正无我 那怎么样正无我 你必须要起观照 要行生般若 要依这个心经讲的这个道理去观照 就文字般若嘛 就讲到这里 依文字起观照 然后正十相 十相就是无因无我 那这个道理你如果清楚了 即使是一个很小的经 它都是这样讲的 它告诉你 你为什么要读这本经 你读这本经来做什么 它告诉你什么修行方法 这样修 修完了你会得到什么 这个一定要很清楚 你不管你现在 有些人现在在做功课 就是要好 就简单的念佛就好了 你只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那你都要问清楚 念佛 念阿弥陀佛 什么是阿弥陀佛 念来做什么 为什么要念 不能念其他的佛吗 为什么要念 念来做什么 我现在念我得了什么 那你都要问清楚啊 那如果那你说我是要往生的 你的宗旨假设 你是要往生进入世界的 那你要问清楚 念佛就能往生吗 念佛就能往生吗 要吗 要往生必须要具备什么 他是怎么讲的 你是怎么修的 一般来讲就是他怎么讲 那你是怎么想 那你怎么想你就怎么修 那可是 可是你想的跟你修的 跟原来人家讲的不一样 那你就麻烦了 那你就怎么修怎么修 得不到那种利益 你就天天盼望盼望 怎么佛还没有感应 那你就修错了啊 那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大圣佛法里面 最主要的就是般若 那么三圣共法里面 最重要的也是般若 也是智慧 那五圣共法呢 也是般若 为什么 五圣共法里面讲什么 四种政坚 有三有二有越有八 有凡圣 有过去有未来 你先要建立四种政坚 一样是智慧 三圣共法里面八正道 一样是以政坚 就是你要怎么样得解脱的 那么大圣不共法里面 以般若还是智慧 佛法不共世间的就是智慧 其他的都共世间 外道也有 神通外道也有 忍路外道也有 扫义之主外道也有 借跟店外道都有 就是没有解脱的智慧 没有成佛的智慧 没有 那么你不剁三二道的外道也有 但是没有办法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契入十项 就是没有办法得真正的智慧 所以他们也只是暂时不剁三二道 未来还有可能会剁三二道 因为他没有把烦恼的根本断掉 他没有方法断掉这个根本 甚至不知道要断这个根本 所以未来还有可能会剁三二道 只有正无身法忍的菩萨 乃至于就算没有正无身法忍 最低最低要正见正善 你看 世间的 他是世间的 正无身法忍已经是出世间的了 或是正出国 无身法忍是菩萨讲的 你正出国得法眼庆 这个是小圣的 就是我们讲生文国 这个是出世间的 他也不剁三二道 那世间的就是还没有正出国 也没有正无身法忍的 这个世间的最少要正见正善 他也不剁三二道 如果是外道 那不一定 他暂时不剁三二道 也许两世 也许三世不剁三二道 过来还是会剁三二道 因为他的根本没断 那这个道理我们要知道 所以他这里讲 为什么说五度六 就是说没有剥热五度鲁莽 就好像虾子一样了 那怎么走 要往哪个方向走 都不知道 只知道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 掉到坑里面都不知道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一般来讲 我们不管学习 你要学习五圣功法 你希望下一辈子 就是下半生要过得好 下一辈子要过得好 乃至于你想往生到极乐世界 乃至于你想解脱 乃至于你想成佛 你都必须要有智慧 那什么是智慧 前面就讲过来跟你讲 要有政见 要有政思维 那这些就跟你讲 至少世间要有四种阵线 有善有恶有恶有邦 有凡胜 那么有过去有未来 知道这个因果业报的道理 不去照做恶业 然后知道解脱的原理 那么怎么朝向解脱 断除烦恼 解脱就是要断除烦恼 那么这个如果只是 你没有解脱 你只是想要过幸福快乐的例子 那么你就要知道 怎么样断恶去善 不要照做恶业 杀到淫望 五届时尚 反正就这样而已 那么你就这一辈子 乃至下一辈子 你肯定不会落散热道 但是你如果只是这样 你没有了解那个原理 那么因为你的烦恼根本还在 那你想如想如 全力大了 开始就用福报来照业了 那么再下一生 可能会落散热道 所以这个不保险 但是至少在短时间里面 你不会受苦 那你为了要更进一步 你就必须要把那个烦恼 造业的根本断掉 那个就是 所以三圣就重点在 重点在调伏烦恼 断除烦恼 那五称共法 重点在不造二月 造善业 你如果不造二月 你就会得人生 你再造善业 强一点你就会升天 那你甚至在修定的月 可以升到色戒天 色无色戒天 就是这样 但是他都在三界里面 都在轮回当中 但最一般的人 一般的宗教都是这样 一般的宗教 他可以升天 那天一升就很长的时间了 几千年了 几千年都不受苦 那也很好 所以一般人 当然他也不知道解脱的方法 那佛教里面 就除了这个之外 你更进一步 你可以出三界 你不轮回 你一旦震了出国 你不管 他可以看到镜头 苦海已经有边了 苦海已经有边 就是还没到 但是可以看到 已经快到了 最多七次 人天晚晚就到了 就可以解脱了 那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就是升天升冷 升了一千次 你还有可能多三二到 你还是在人天人天里面 也是 你还没有得解脱 那但是也有可能 如果你正见正上的话 你就是 你很长的时间 都不会不会多三二到 就是也不会多三二到 不管经历多长的时间 都不会多三二到 那这个还必须要正见正上 就是要智慧 要理解佛法 知道佛法的宗旨 知道佛法的修行方法 而真的知道这样修行 有什么利益 有什么功德 那这些都要清楚 所以我常常觉得 我们现在学佛的人 不清楚什么是佛 不清楚什么是法 也不清楚要怎么样依法来修行 都很不清楚 只知道诵经 我们的修行就是什么 诵经念佛拜灿慈咒 然后另外的就是曹山 然后远安 这些 但不晓得真正的修行是 最最开始 一开始就是要有智慧 没有智慧 你的修行就像外道 就像外道 你没有办法真正拥有佛教的修行 你都不在五秤共法里面 甚至外道 持戒 修定 修到飞翔飞翔 都不如佛教的一个居士 可以正见真上 你想想 这个外道 苦行外道 持戒持得很惊艳 出门都戴口罩 戴口罩 不是因为怕病毒 而是怕不小心把那些微小的众生吸进去 害死众生 出门拿哨琢扫地 不是因为怕狡瞻 是因为怕不小心踏死那些虫蟻 慈不慈悲 慈不慈戒 慈不慈戒 慈戒 甚至 甚至不贪 身上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根管杖 那几十年就在那边诵经 几十年就在那边打坐修禅殿 可是有了神通之后 发现这条牛 这条牛时候怎么会升天 发现天上很小 他也是要升天的 后来他就学牛 持牛戒果见 持了之后做牛做狗 持戒持到这样 修定修到这样 而且还有神通 因为他有宿命通 看到这条牛过去三世都做牛 又有天眼通 知道这条牛时候会升天吗 想得很快乐快乐吗 他就要向这条牛学习 因为他没有政界 他没有英国的政界 他就觉得这条牛 因为印度人本身 就有夜暴的理念 印度人有夜暴跟轴纹的理念 中国人是没有的 其他的世间的人都没有 只有印度人 夜暴跟轴纹 他就觉得这条牛造什么业 没有啊 我们大部分的牛还要耕田 印度的牛 有些大部分是不耕田的 当然也有耕田的 但是很多都是圣牛 随便走 印度人很崇拜牛 因为觉得牛里面也很多神 所以我们常常说牛迁到北京也是牛 你迁到印度看看 他就不是牛 他就是神了 那么他们很崇拜牛 可是这个牛造什么业 没有啊 他就吃草 他就把这个英国连结了 吃草被升天 所以他就开始吃草牛戒 狗戒 马戒 鱼戒 就这样 死了之后 因为他天天想这个 所以他死后做什么 他死后升天吗 没有 死后做牛 那你想多冤枉 那我们也是这样啊 我们很多人修学佛法 不懂的 这个就是不懂的那个原理啊 不知道那个方法 他只是照这样去说认为 就认为就是这样了 那好像很多人现在要念佛往生的 不晓得念佛往生的原理跟方法 就认为 那么你只要一直念阿弥陀佛法就可以了 一向专业回向发言就可以往生了 没有 没有 五庸经不是这么想的 那很多人没有去清楚了解这本经 到底在讲这什么 那个原理啊 那个宗旨不清楚 甚至是误会 人家经的意思不是这样 你却以为是这样 就是你没有把它读明白啊 你没有真正去了解 那就误会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 比如说药丝经是致病的 那么现在的人就认为 我只要把药丝经念几遍 我就可以致病 哪里是怎么样 不是的 并不 药丝经之所以能够致病 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的方法是什么 那你不去弄清楚 那我们说方法就是 把药丝经送四十九遍 然后点四十九遍 然后摆七十佛 是这样吗 然后述训练明凡 这样能致病吗 这样致病的原理是什么 合乎因果吗 你有没有想清楚 你这样做了有致病吗 这些我们都不去想 那真正的原理跟宗旨是什么 你有没有看出来 就在十二大院里面 很简单 你帮助别人生病的时候 你帮助别人免于病苦 从这个因上 你是不是可以免于病苦 是吗 就好像你让人家 你杀身 伤身害命 让人家短命多病 你是不是自己会短命多病 是吗 杀身就短命多病 那你护身救身 你是不是就是长寿健康 一样的道理 所以你将心比心 发起悲心 普提心 看到自己的病苦 要没命的苦 你就想到众生有这种苦 你不惜自己 已经快病了 已经要没命了 你也要去救护众生 我自己受这种苦 我知道这很苦 所以我要免于起这个慈悲心 要让有跟我一样苦的人可以离苦 这样才能 这样才是钥匙法门 那你现在不是 你现在一心只想救自己的命 也不管别人的事 你好好送金 好好点灯 那钥匙否就会帮你续命 哪有这样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钥匙否也太现实了 为什么 我点灯 我供养他 我念他 他就帮我续命 我不供养他 我不念他 他就不帮我续命 那这样 这样还叫钥匙否吗 不是 所以这些原理 治病的原理 比如说钥匙心重点就是在治病跟炎兽 但是当也是在修行 一般人把以这个为重点 但是病怎么来的 病因是什么 解决病的方法是什么 那这个你要清楚 治病的原理 治病的方法 治病的结果 一样啊 一样啊 尝授的原理 尝授的方法 尝授的结果是什么 你这样做了之后 为什么可以尝授 那这一些你都要清楚 那很多人 学习佛法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所以 所以就导致你 你虽然用功 你虽然很精进 但是徒劳无功 或是四倍功半 好一点的是四倍功半 那差一点的就徒劳无功 更差的就是 本来想得福报的结果反而生起罪业 那么就是没有功反而有过 就好像你不懂得道理 你觉得要求福报要从天神那边求 那天神怎么 牛肉最好吃 所以印度人也是这样 杀很多牛 杀很多羊 那以前尼泊尔不是用那个血祭 要祭那个女神 杀了很多牛啊 羊啊 然后去供了那个天神 希望天神能够欢喜 然后能够赐福给我 结果不但没有赐福 反而怎么样 反而得了很多杀生的罪业 佛陀就批评这个 阿兰经里面也批评 福无戒指 罪如虚拟 你本来想求很大的福报的时候 你才杀那么多的动物 牺牲 血气 结果你想求的福报一个也没有 福无戒指 没有像一个戒指 那么大 戒指很小 像芝麻一样比芝麻还小 没有芝麻大的福报 反而有像山那样大的罪业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魏门其反受其害 那么这种罪业王 越发心 越发心 造业越重 以后的果报越苦 他不发心吗 他发心啊 而且是发大心啊 惨啊 发大心造大业 那时候受大苦 你看 原因只是什么 原因只是没有智慧 那一样啊 你没有剥热 布施慈旗的人物清清禅厉 我告诉你 最多像外道 最多像外道 好一点的像世界 那外道也有一些邪见外道 多的就是这样 那么解脱没有政见 那么仁天秤也没有政见 解脱也没有政见 那么这个大乘也没有政见 我告诉你 你这个都不是佛教 不是正信 叫做民信 叫做盲信 还不如那些不信的 真的 民信盲信 有时候比那些不信的好 有时候不一定 有时候比那些不信的不好 看你是迷到什么程度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 那么现在的佛教徒 基本上我们叫做日本人 套用日本人的话 叫做集体不思维 没有去想 这样对吗 这样做原理是什么 为什么是这样做 他不是想那么多 他只是反正大家都这样做 反正一个很有权威的 出家很久的 很有明文的人这样说 对 那就是对 一个有权威的人这样说 对 那就是对 那么大家都说对 那就对 以前的人都这样做 都说对 那就对 我们最容易犯的错误 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想 不管你在修学什么 你都要想 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 你都要想 都要好好想清楚 它的原理是什么 它的方法是什么 然后 它这样的利益是什么 为什么 这个很重要 我觉得这种非常重要 那佛法在各个地方都有这样 都有这样来说 只是大多数的人老实讲 也不听经 不学习 也不听经 听了经营也没有好好去想 所以我们的最大的问题在 我们不听 亲信上是听文正法 不听 听了不好好想 不努力思维 想了不努力去做 不去实践 做了没有坚持 不管它做到完成 做到一半就不做了 因为有困扰 因为这样 我们才会怎么样 才会一直没有成就 不能究竟 不能承办 不能到彼岸 很简单 第一个不学 学习 学了之后要洗 要洗就是什么 要复洗 要修洗 要实践 论语第一篇第一章第一句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不亦乐乎 非常喜悦的一件事 因为第一个要学习 学而实习 学之后要学 一定要学 不统计要学 不学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不学你不知道 你有智慧 我们有什么叫学佛 学佛 然后学之后 念佛是为了学佛 学之后要实习之后 要常常去复洗 去温习 然后要怎么样 要去实践 要去休息 一定要这样 来 真子三行 真子每天都会反省三色 然后其中一个就是 我从老师传不习乎 真子三行里面有一个传不习乎 那因为孔子有讲 学而实习之不亦乐乎 学了之后要常常复习 常常 而且要跟着道理去实践 这个就是佛法讲的嘛 要如理思维 要法水法行 原理是什么 要去实践 要懂明白 复习是为了 你要熟熟练 要知道 要明白 那么传就是 传就是这个老师交给我的 我从老师那边得到的 传到授业解枉 我从老师那边传给我的 就是老师交给我的 我有没有常常去复习 然后有没有去实践 有没有去做到 我知道的我有没有去做到 就是有没有去努力去做到 那么 这个是他 他一直在反省的一件事 那我们有没有 基本上你连知道都不知道 我们说这个到是什么 我们常常叫知道 知道 道理道路道德 你有没有知道 不管是解读报 菩萨道 人天道 五成共法 三成共法 道成不共法 那么 你比如说这个叫做成佛之道 你有没有知道 成佛之道 知不知 成佛要 成佛的道理 成佛的方法 成佛的功德是什么 那你知不知道 那么知道的你有没有去做 你有没有依着 比如说他告诉你要发什么心 要修什么心 第一步要做什么 第二步要做什么 这个就是成佛的方法 第二步要做什么 现在就要讲这个 现在就要讲这个 那你了解 为什么这样做会这样 如果不这样做那会怎么样 要做到怎么样 才可以成佛 才可以成佛 那么这些你都要知道 你炒菜也是这样 这个菜 这个是什么菜 它有什么营养 它要用煮的 要炖的 要清蒸的 要炒的比较好吃 比较有营养 比较健康 如果你做错了 它可能会有毒 你都要知道 你如果没有 那你可能 你的方法错误 你就不能到达 你煮过头了 煮到焦了 营养流失 煮到烂了 营养流失了 或是煮到焦了 不能吃了 不但没有营养还有毒 那么这一些你都要清楚 一样啊 你煮菜你都会控制火候 然后拿捏那个数量 然后这个菜跟这个菜 要怎么煮 你都会知道 那修行你怎么不弄清楚呢 一定要弄清楚啊 所以你们是讲到智慧 我一直以为 我一直认为 这个中国的佛教徒 很多都已经 不管智慧不智慧了 因为为什么 很简单嘛 因为现在的人 基本上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认为现在你怎么修行 佛法是很好 但是佛法在2500年前可以解脱 到现在过了这么久 末法 你这样修也不能解脱了 导致于产生一种叫做佛法无用论 佛法2500年前 你依之修行可以得解脱 过了2500年 你怎么修都不能解脱 只有念佛 还有一点好处 所以就算有那么多佛法 就算你读懂了 你照着去做了 也不能得到那个功德 那你要来做什么 那当然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去修了吗 那没有佛法拿来的智慧 你到底都不明白 来 那就产生这样的一个 就是读那么多没有用 所以就不需要读 好好念佛就好 就产生这样一种偏差错误极端的观念 导致于多数的人都不学习佛法 那这是一个很错误的观念 那这个也让佛法看起来好像显示出佛法的殊胜 其实正是把佛法的殊胜隐藏起来 佛法最殊胜的地方 殊胜你外道 殊胜你世间 最殊胜的地方就在伯任 就在伯任 那这一点没有被显扬出来 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做很大的实物 那么我们现在就是有新的佛教徒 不管在家出家 弘法不只是出家人的责任 但出家人有不可 就是当人不让的责任 舍我其谁的这个责任 但是在家也有这个责任 就是说我们要一起 不管在家出家 一起把这种观念传播出去 那么我自己这样做 我影响别人也这样做 我自己这样觉得 我也告诉别人应该是这样 慢慢慢慢传播出去 那么佛法真正 真正的佛法能够显扬出去的时候 众生才能得到真实利益 其实是这样 现在的众生能够把握出真正的佛法 未来的众生才有希望 那么这个是很重要的观念 这个也是菩提心 那么我们现在回头过来讲波瑞 所以他这里讲 他说五度如往波瑞如岛 由波瑞来引导你一切的修行 你没有智慧 你的一切修行 你没有智慧 你的一切修行 都不是佛教的修行 可以简单这么说 要不是世间的世俗的 要不就是外道的 那么但是你有智慧 你有智慧 就算你是真上心而已 你都是佛教的 都是在佛法里面 你正共法里面 你没有解脱的心 但是你至少会正见真上 那还是佛法 不一样 所以没有了智慧 就好像一个瞎子一样 不管他走多坏 他都没有办法到彼岸 事就近 事成半 没办法 虽然他走得很快 好运一点的不会撞到墙 不会掉落坑 不好的一下子就掉到 撞上墙 掉到坑 虽然走得很快 但走得快 腳有力 并不一定比较快到达 因为他没有方向 眼睛看不到 有智慧 有力量 很快就到 就算没有力量 慢慢也能到 不会走错 不会掉到坑里面 不失等 所以能去入国道 现在来讲 有了智慧 尤其有波勒的智慧 那波勒的智慧 基本上就是我们叫 无所得的智慧 所以无所得为方便了 他就三星 三星叫做三星行六度 那么大悲心 普提心跟无所得心 那么这里重点 波勒重在无所得心 叫做信空会 好 那完全是波勒射导的力量 所以不失而成为波勒 波勒密多 波勒密多就是道笔案 或是四成八字究竟 那么一定要以无所得的波勒为方便 以它为方法 就是你一定要有政见 大胜的政见 无所得的政见 那么为方便而修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 一切自治相应咒意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也是一般 尤其老师在讲 成佛三要 这三个很重要的 不能失去的 一定要把握的 就是大悲心 普提心 跟信空会 那什么叫做信空会 就是信就是自信 空就是无 心就是无自信 就是无我的智慧 那么无我的智慧 用世间的说法来讲 就是无私 无私无我 能叫做无私无我 就是不只是为自己 不为自己着想 也没有自己 那么就是要利益众生的心 那么因为一切的烦恼根本 都是我见我爱来的 所以以这样的心 反而能够更快的到港 波罗密多 就到彼岸了 所以他这里讲 怎么修呢 布施到底要怎么样 以波罗为导 以无所得的布施来修呢 那他这个就有所谓的三轮 三轮就是三处 从三个地方你去注意 有三个点 有三个点你要注意 就是我们讲三个重点 那么三轮 我们一般常常叫做三轮挺空 这个是我们一般修的 叫做三轮挺空 好 我们来看 他说那哪三轮呢 他说一个施者一个施物 那么不是一个施者 一个施者一个施物 我布施给你一串香蕉 我布施给这间施业一万块 就有这三个东西 就是我能布施的是我 能施的所施的是你 布施这间施业一个团体 然后布施的东西 那布施的是什么 那通常一个布施会有这三个 三个重点 就是有这三个地方 那我们都有可能 我们一般人都会执着 执取这三个地方 如果今天我给你一块钱 我可能不会执着 你敢不感谢我 我都没关系 那我也不认为我有什么出色 可是如果我布施给你一千万 那就不一样了 那就不一样 那如果我布施的是你 那他不感谢我 我没关系 他对我态度不好 我没关系 但是我常常在帮助你 你还对我这样 我就很在意了 我就会很在意了 那么如果我帮助的不是你 你对我印象 你对我态度不好 我没有帮助过你嘛 但是你对我态度不好 那当然我也有可能 就不会那么在意 可是我一直在帮助你 你还对我这样 我就很在意了 我帮助的你如果少 你不感谢我 那我没关系 你不感谢你对我态度不好 我没关系 我帮助你那么多 没有人帮助你那么多的 我是唯一帮助你那么多的 你还这样 那我就很在意了 我帮助我 我就会起烦恼 是我帮助你的 如果是他帮助你的 那么你不感谢我 我没有 不是我帮助你 是我帮助了你 我不是帮助他 而且帮助你到这个样子 给了你这么多结果 你还这样 所以这个就是执着点 执着点 执着点 执着有我 是我帮你的 执着 执着 你是被我帮助的 我帮助了你 不是他 不是谁 就是你 帮助了什么 那么这个都是我们的执着点 这三轮就是我们的执着点 那么由于你不管执着哪一点 你都会起痛苦 因为不合乎你的期望 你就会起痛苦 那么期望越大 落差就会越大 所以起了烦恼 你一个好一点的就退心 不再帮助他 不再帮助像他这样的人 那么或者再好一点的 帮助他 但不要帮助他那么多 就不要再帮助他那么多 那么再差一点的就变成什么 就起烦恼了 要把以前帮助他的都要回来 甚至还要报复 那么想办法报复他 无情无欲 就开始了 那么这个都会让你起烦恼 造恶业 那么你不起烦恼造恶业 单单单单单单心里面有悔恨 你就会退普提心了 何况还起烦恼造恶业 你本来帮助他的 后来不帮助他 你退了普提心 退了大悲心 不帮他了 大悲就是平等的救进一切的人 冤亲平等 现在你不这样做 这个叫败坏谱长 那么何况你还造恶 那他从大称退到二称 从二称退到什么 退到五称 从五称退到三称道 就变成这样 所以这个很重要就在这里 那么如果你是三称 他就是那我不放你就好了 以后跟你没有牵挂 我没有牵隔 你也不要找我 我也不要找你 就这样就好了 因为他不用不思 他就是他可以选择性的 二称就是可以选择性的做三称 因为他重点在解脱 打称就不行 因为他有普提心 要立一切众生 不管是谁都要帮 而且一定要帮 不帮方菩萨切 而是普提心 所以变成他的境界就会比较多 那你如果没有无所得心的话 你有这种持所点的话 你就常常起烦恼 那常常在怎么样 退转普提心 你会失去大悲心 失去大悲心 就是如果你没有无所得慧 就是你没有以无所得慧上辨 没有这个性风味 那么你很容易 很容易退转普提心 那么失去大悲心 那么又没有普提心 又没有大悲心 都是因为你没有无私无我的心 没有信口本 你有了执着 你不失的时候执着 后面也是持戒的时候 忍入的时候 禅定的时候 你都执着了 那么这样就会让你没有办法到彼岸 所以才会讲 没有波热五度鲁马 就是这样 我们先下课试一下